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瘦這個腸胃一不舒服起來 真的是很難過 你肯定都是吃太多 消化不良 那你會的話 肯定是壓力大 有可能 工作多 單餐不定時 對 但是因為腸胃不舒服 其實從小到大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毛病 那到底原因在哪裡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意想不到的壞習慣 可能害你長拍咪 好 我們來先來看 包括壞習慣 一起床就開始忙 想到的時候才吃飯 還有就是喜歡看電視 追劇 然後配零食 一定要 你的症狀是上腹痛 上腹痛 對 多遠就是說有這個症狀 大家說一定要 這兩個習慣 對 白雲哥 都會啊 因為你看我們平常錄影的時間 差不多都中午過後 對 那有時候一醒來之後 你不可能就馬上吃東西 那就開始忙 忙完了之後呢 有空閒的時候才去吃 一定是這樣 你是忙到一個段落才吃 或是聽說你不管怎麼便當 就先拿了就開始吃了 沒有錯 是以前吧 所以我那時候吃吃吃 吃到像那個卡通那個杯麵 那麼大隻嘛 對不對 那是過去的事情 對 過去嘛 現在沒辦法啦 上腹痛 你會以為是什麼問題 上腹痛啊 人家說有時候吃東西 痛啊 是不是 有沒有台語那個 對 是那種感覺 好像撻到 撻到 對嗎 卡住啊 撻到 你怎麼通 就脹氣啊 排氣啊 就卡住啦 白雲哥會喜歡吃零食嗎 或是追劇嗎 現在 你們家有影視廳不是嗎 哇 這麼猜喔 講得好像你去過一樣 你要不要緊啊你 我跟你講 你不曉得什麼叫做口耳相傳嗎 不是影視廳就是什麼 看片子吃東西 對啊 就是反正投影機啊 然後吃東西啊 那以前我反而比較少吃零食 比較吃主餐 因為要吃飽嘛 對 但是現在呢 我隨便吃隨便飽 所以偶爾呢 容易餓啦 少量多餐啦 真的 志祐姐 來 這兩個習慣有嗎 有啊 當然也會 我每天早上五點半 六點 就要起床啊 而且剛起床我一定 第一件事我就是喝一杯水之後 我一定泡一杯咖啡 但妳那麼早起來幹嘛 跟年輕人 小孩 不是啦 早餐 媽媽辛苦 對啊 我要做早餐 但是我做的早餐 就是先帶我兒子去上學嘛 然後回來再吃我老公吃飯 然後吃一吃 有時候我就要去上班了 所以我往往都是到了公司 然後比如說我妝髮都弄好 之後才想到 我要開始吃我的早餐 而且我最糟糕是 因為我都早起嘛 所以我其實唯一能留給 自己的時間都是半夜 我有時候其實真的會迷某些 連續劇的時候 我真的都只能十一 二點開始看 真的 然後那時候開始看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罵說 這個時候應該睡覺 那我就會去躲在客廳看 那你一個人躲在客廳看的時候 躲在客廳比較躲 不… 我們家很大吧 兩百坪 然後最主要是 當你一個那麼大的空間 你跟人躲在那邊 是很空虛的你知道嗎 對 對 這個時候零食櫃就一定要有 安全打開 打開 對不對 瘦乾乖乖 好多的感覺 甚至於那些堅果 蜜芡 這樣一路吃三個鐘頭 就吃餘飽三個鐘頭 不得了 都不會停 我覺得就是追劇的時候 為什麼會配零食 因為你看了鄭住民 怎麼可能出去買東西 沒飯 放個片去煮飯 連煮泡麵都沒飯 對 這時候一定是拿 直接可以吃了都是吃啊 追劇跟零食 我覺得它就是個連蹄 對 是一整組的 整組的 沒有拿那個出來 就覺得沒有在看劇 其實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吃很飽去睡覺 這是我人生最開心的 對 就好好睡 小確幸 對 但是起來 我的胃就脹到一個 痛到一個不行 是透胃跟 分得清楚嗎 它就是在胸口中間這樣這一塊 它就會很脹 看醫生了沒有 看啊 我也一天到晚都在照胃鏡 不是啊 找不到原因 我已經不能把它變成習慣化 當然沒有 那就是一年兩年 你就是不舒服的時候 有人喜歡沒事在那邊 很不舒服的 你知道嗎 對啊 這有點誇張 告訴各位 如果有這兩種不好的習慣 它到底有可能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看 小心掌拍咪啊 就是膽結石 這個痛起來 真的是要人膩啊 跟膽什麼關係啊 想像不到對不對 對啊 好啦 洪醫師 為什麼 很多人上腹痛 第一想到當然是有胃炎 胃潰瘍 什麼膽潰瘍 什麼逆流性食道炎 那常常被忽略掉一個叫膽結石 那膽結石膽在哪裡 膽在哪裡 膽在哪裡 膽在我們的上腹部 事實上比較偏右側 這是肝臟 對 它都躲在肝臟的右頁的裡面 肝臟的裡面 右邊還左邊 右邊 右上方 對 可是 左右不分 所以它痛的時候 不過它痛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在正中的時候痛 有時候也會痛到右上方來 那有時候會痛到肩膀來 痛到背部去 是很誇張 那裡有一顆膽囊 大家都看過那個臥心腸膽 那一顆綠綠的苦苦的那叫膽 那膽囊到底在人體有什麼功能 有些人膽已經被拿掉了 那到底它有沒有用 膽囊事實上裡面有一個叫膽汁 對 可是膽汁不是膽囊分泌的 它是我們肝臟分泌的 那肝臟分泌完之後 它就一天會分泌個800 1000cc的膽汁 然後就把它放到我們這個帶狀的膽囊 把它濃縮 所以它是一個儲藏濃縮 那它就像醬油品一樣 你吃了一個油脂的東西到腸子 它就打出一點膽汁 放到你的十二指腸去消化你的油脂 所以那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濃縮的東西 濃縮的東西就很容易產生結晶 結果結晶裡面 就可能出現一些膽砂 膽砂之後可能變成膽結石 那裡面為什麼會結晶 我們後來去研究給它發現 有可能是它在濃縮的過程中 好像在養珍珠 我們形容在養 把它水分吸收太多了 那還有一個叫做 它的膽汁裡面那個膽固醇太多了 它叫膽固醇結石 這種結石看起來就是黃黃的 那還有一種叫做膽酸 它裡面有一個膽色素 膽色素如果吸太多也會出現 還有一些是你的膽囊裡面 有一些慢性的發炎 上皮發炎也會產生一些膽結石 大部分事實上很多 大概沒症狀了 百分之二 所以很多人沒症狀的話 你就沒事 你都不用去處理它 當然我們在想說 這些症狀我剛講輕微的 就是類似表現出來 就類似那些脹氣 消化不良疼痛 可是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變嚴重 就是說假設你很多的 那個你不去理它 它就會變嚴重 那變嚴重的時候 有時候堵到 堵到會造成一些急性膽囊發炎 然後你會出現那個黃膽 那我們講說會嚇破膽 但是有沒有膽囊 可能真的會破掉 是有可能 如果你在發炎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破掉 破掉就變成一個叫 腹腔內的感染 我們講腹腔內的感染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要鑒別診斷這個胃 跟膽囊的疼痛是不一樣的 好危險喔 那這個會不會有 因為可能是體質遺傳 會有容易膽結石的味道 沒錯 其實那個昌明哥 其實指出一個非常 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你家族爸爸媽媽 如果有膽結石的 你大概有 四倍太多了 我婆婆有 我老公也有 真的喔 你要小心欸 不過醫院老師 為什麼這些飲食的習慣 它就會跟膽結石的連動性是不是 其實我們第一個講到 起床就開始忙 想到才吃飯 這其實就在指說 你空腹太久了